沒事 沒事 好啦 控制一下啦 自己人 自己人 警方好聲好氣 規勸起衝突的民眾 沒想到才剛講完 雙方又打成一團 警方看到衝突再起 立刻上前將衝突雙方拉開 並壓制帶回警局 原本以為事情就此落幕 沒想到其中一名貪語鬥毆的男子 竟然在臉書上頗文 控訴警察把他靠在警局中 輪流毆打 還企圖吃案 讓他求助無門 文章內容 執政莉莉還附上 意願的檢傷單和比情連腫的照片 但其實一切都是假 前17畫面中 參與鬥毆男子進入警局時 臉上就已經有明顯外傷 另外警方也公布密錄器 打臉PO文男子 無難進入鎖內時 臉上病已帶傷 且原警詢問時 既指出是 朝起有人毆打受傷 網路PO文內容虛過不實 刻意醜化警察團隊形象 男子久后失控護殴 還上網PO文討拍 污蔑警察 現在不但臉被打得啪啪想 還要吃上官司 實在活該 記者劉志展張志仁 桃園報道 記者 李宗盛